各位朋友大家好 天下长河开播了 这部剧呢应该说是一部历史剧 并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些架空历史剧 剧中的人物的名字呢 已经被改的是面目全非 这部剧中目前为止出现的人物 在历史上都是有原型的 比如说主人公晋斧、陈皇 以及陈皇那两个兄弟 徐前学和高士奇 他们都是在清朝康熙年间活跃的真实的历史人物 各自呢有各自的故事 或赞或扁或中或奸 这部剧呢是以治水为主线 但同时呢又安排了几条腹线 全方位的向我们展示了 康熙年间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说已经提到的平三番 比如说准戈尔布 或者是后来的收复台湾 除了这些大的历史事件以外 这部剧的前几集中 还提到了后来几百年来 令史学界及各界人士争论不休 扑朔迷离的清朝的一桩遗案 在剧中 康熙皇帝曾经问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 问他的生父和生母的事情 孝庄先是讳莫如深 然后又大光起火 认为这是一个康熙不该问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孝庄太皇太后 对此事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 其实这也难怪他反应如此剧烈 因为康熙的父亲就是清朝误官以后的第一个皇帝 顺治 康熙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后来被称为清朝四大一案之一的顺治皇帝出家一案 其实呢 我觉得说顺治皇帝出家一案并不是非常准确 因为这样的说法只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说顺治皇帝出家了 另外一种就如正史记载的那样说顺治皇帝是得天花死了 但其实也许还有另外更多的选项 比如说他没有死也没有出家 而是被软禁了 甚至被杀死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 所以呢 我觉得不如将这起案件就称作顺治皇帝失踪一案 那么顺治皇帝到底去哪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正史上记得非常清楚顺治皇帝确实曾经想出家 但后来被他的母亲孝庄太后给劝职了 最后他是死于天花 至于说顺治皇帝出家的那些记载不过是出于野史 是不足信的 但正史的记载并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特别是清朝的正史 在剧中康熙皇帝都质疑 清世祖十路中记载的他生父生母的情况未必属实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提出质疑呢 况且正史中的记载还有很多的难以说得通的地方 既然存在着疑点 那么从逻辑上讲 我们就不能够轻易的否定其他的可能性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清朝四大一案之一的顺治皇帝失踪案 聊聊顺治皇帝和他的母亲孝庄太后之间的关系 那种我们熟悉的母慈子孝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影 也可以聊聊董小婉 这个传说中神秘的女子 他到底是不是顺治的董岳飞 还有那个在剧中被康熙称为额娘的 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他到底是康熙的什么人 最后又怎么样了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从公元1661年 正月初期的子时开始说起 据清世祖十路记载 丁寺 叶 紫克 上 崩渝 养心殿 只有这寥寥的11个字 对于一个执政18年 清朝入关以后第一个皇帝的死 竟然记载的这样如此的简单 确实是令人一斗丛生 好像死去的并不是一个皇帝 而只是一个宫中被冷落了多年的妃子 顺治的死因是什么 并没有提及 所以说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这从来不是清朝的官方的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依据应该是以下两点 一个是当时汉林院的掌院学士王熙 他本人是顺治皇帝的进臣宠臣 在他自己写的那本《王熙自定年谱》中 有过这样的记载 说在初二的那一天 顺治召见他 对他说 朕出斗 世将不起 出斗在当时就是染上天花的意思 然后顺治帝让他代写遗诏 这是一个来源 另外一个来源呢 是出自一个叫张晨的官员 他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中提到 在初七的那一天 宫中传下了上誉 让京城的老百姓不许吵斗 不许倒垃圾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就猜测 宫中一定有人染上了天花 再加上初七那天顺治皇帝突然病逝 那么大家自然就知道 染天花的就是顺治帝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 是说之所以清朝的官方不公布顺治皇帝的死因 就是因为他是死于天花 而天花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 如果公布的话 恐怕会造成社会恐慌 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过滤了 天花确实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在当时来说 死亡率也是非常的高 但满人容易感染天花 对当时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也不会造成什么突发性的社会恐慌 满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的北方 那里是天寒地冻 天花病毒又没有毛库 所以他们到不了那个地方 这也就造成了满人天生 对天花病毒没有什么抗体 而等到他们入关以后 进入了比较温暖的南方 又跟汉人广泛的接触 他们身上的这个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所以满人很容易感染天花 而且致死率相当的高 在当时来说差不多高达七八成 从努尔哈赤那时候开始 满清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天花的危害性 所以在入关之前 他们劫掠中原的时间通常都是选在春季或者是冬季 比较冷的季节 那时候不大容易感染天花病毒 而且带兵的将领也通常选择那些已经感染过天花 但没有死的那些皇子贝勒们 因为如果在战役过程中主将突然染天花去世的话 那整个军事行动可能就要泡汤了 所以历史上也有记载 当初多尔滚与豪格争权的时候 多尔滚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的遣豪格带兵出征 当时豪格就大发怨言 说我还没出过斗呢 这让我去跟汉人作战 这不是想让我死吗 即使是如此严密的方法 天花病毒仍然是无孔不入 努尔哈赤的两个孙子就是死于天花 还有他的那位儿子 那位在影视剧中被洗的风流倜傥又英雄救美 但实际上直接制造了扬州惨案 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汉族人鲜血的屠夫多多 这个人也是死于天花 其实他不是死于天花 他是死于天前 天花病毒真的没有穿棉裤 但附着其上的 可能有千千万万被满人屠杀至死的汉朝人的冤魂 所以对于满人来说 他们入关以后最害怕的 可能并不是乾明的反扑 汉族人的反抗 而是带着这重重怨念的天花病毒 关于天花病毒啊 忍不住我要稍微的跑一下提议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小时候都种过牛豆 牛豆呢是治疗天花病毒的特效疫苗 这个呢大家都很了解 牛豆是大概在公元18世纪 由英国的一名叫秦纳的医生发明的 但其实在公元11世纪 在中国的宋朝就已经发明了一种疫苗 不过那时候并不叫牛豆 而是叫人豆 据史书记载 当时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诞 他老年得子生了一个儿子叫王素 在这之前呢 他有几个儿子都得了牛豆去世了 所以他这次非常的担心 担心他这个小儿子也会染上天花 所以他就遍寻良衣 有人呢就向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峨眉山的郎中 说这位郎中很神 他会种豆 能够预防天花 王诞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位郎中请来 这位郎中看了看他的小儿子王素以后 说此字可以种豆 这位郎中的方法呢 是将以前得过天花病人身上出的那个豆的豆夹 晒干以后碾成粉末 然后他将这些粉末用细管吹入需要中豆人的鼻中 这样的话中豆的人会得一次天花 但通常程度比较轻微 得过以后自然就有了抗体 以后就不会得更重的天花了 这种方法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凶险的 因为如果选择的豆苗不好 中豆的人可能就真染上了重症的天花 因此丧命 所以起初的时候这种中豆的死亡率也到了百分之二三十 后来经过几次改良 培育出了传染性毒性比较低的疫苗 这时候中豆以后的死亡率就降得非常的低了 后来这种方法在康熙年间传到了俄罗斯 从俄罗斯又传到了土耳其 然后一位英国的驻土耳其的公使夫人将这种方法带回到了欧洲 据说欧洲那时候也想到了类似的方法 不过他们并不是通过鼻孔吸入 而是在身上隔开口子埋入豆苗 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 所以在身上隔开口子埋入豆苗 有可能会导致细菌感染等一系列的疾病 所以从中国传来的这种鼻孔吸入的方法 受到了很多欧洲上层人士的推崇 据说当时的法国文豪福尔泰就大力推崇过这种方法 再以后英国的医生秦纳发现急奶公不会感染天花 从而发现了牛豆是治疗天花最安全的一种疫苗 到了清朝末期 种牛豆这种方法又传回到了中国 但当时是受到了中医界的强烈抵制 他们认为通过血液重斗的方法 完全是一种邪门歪道 应该还是按照祖先的惯例 通过鼻孔 这是通过气 这是正道 800多年前的宋朝人能够愉快的接受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而800年以后的清朝人却因寻守旧 不能再接受任何新的东西 这其中人们观念的转变 不能不让我们现在的人发出一声凯叹 元明清三朝都在干什么呢 其实即使是古老的众人斗的这种方法 清朝的统治者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的 在康熙以前他们也不接受这种来自于汉人的方法 他们还是沿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就是跳大神 利用所谓的神灵的力量来驱除这些邪碎 再后来康熙也得了天花 不过呢万幸的是清正的 他也幸免于难 由此以后才认可了汉人重斗的方法 康熙本人得过天花 这也成为了他最终继位的最有力的条件 据说当时的太后孝庄曾经咨询过汤若旺 到底选谁继承顺治的皇位 因为康熙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一岁 另外呢据说顺治皇帝还有意传位给自己的兄弟 因为他的孩子们都太小了 最后汤若旺对孝庄说 康熙得过天花 这辈子他不会再染上天花了 这样至少能够保持政权的稳定性 就这样孝庄最后选择了康熙做了皇位的继承人 清朝入关以后 他们对付天花的方法就是采用集中隔离的方法 将那些染上天花的人驱除到了南郊 至于到了那个地方该如何生活 那就不管了 这由此也制造了很多的人间惨案 很多的孩子因此被遗弃 到了1980年联合国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消灭了天花病毒 从天花病毒开始肆虐到最终消灭 总共历经了900年的时间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起今为止消灭的唯一的一个病毒 与病毒共存到现在呢已经成了科学界的一致的共识 如果真的想短时间内消灭某种病毒的话 那恐怕你还要向苍天再借几百年 除了死因是一个谜以外 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 还有一件事情更加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那就是他写的最几诏 据刚才提到的那位大臣王熙 他写的那部《王熙自传年谱》记载 顺治皇帝知道自己出了斗生命垂危的时候 他让王熙入宫帮他代写一诏 从初二到顺治皇帝驾崩 这三四天时间内 王熙曾经三次进入内宫 和顺治皇帝商量 这个罪己诏到底应该怎么写 写什么不写什么 最后公布的罪己诏长达一千多字 其中列挤了顺治皇帝14项罪名 基本上对他18年的执政 做了一个彻底的否定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汉满政策的 顺治在罪己诏中责备自己对汉人太好 忽视了八旗满人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些小节方面 比如说自己偏听偏信 重用太监 其中还有一条提到 他对于他所最钟爱的董厄飞 对他的丧事操办过甚 过于的奢侈 林林总总写了十四条一千多字 这就让人觉得很费解 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迹象显示 顺治皇帝对他以前推行的政策 比如说民族政策和他个人的行事风格 有什么反思 有什么懊悔之处 怎么突然在临终之际 突然就意识到了自己以前的做法都是错的 这点恐怕是令人难以置信 罪己诏其实并不新鲜 很多皇帝都写过罪己诏 最早可以追溯到羽汤罪己 就说大禹成汤也曾经责备过自己 大禹看到了一个小偷 觉得在自己的智下竟然有人偷东西 实在是对不起姚顺先贤 其实在姚顺的时候不光是偷东西 连偷天下的事都发生过 大禹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这种所谓的罪己 不过就是做一个姿态 让人看看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而且又这样的爱民 西汉的董忠书创立了儒家的理论是军权神兽 但如果皇帝做的不对的话 那就会出现天人感应 就是上天会降灾祸 以此来证明皇帝的所行无道 所以历代的皇帝遇到天灾的时候 很多都会写罪己诏 我印象中宋朝的皇帝写的最多 今天这里发洪水了 皇帝马上站出来说 我的我的谁也别跟我抢 都是我的错 然后就写一份罪己诏 明天那边发了旱灾 皇帝又站出来说我的我的 又写一份罪己诏 后天又出了皇灾 皇帝又说我的我的又写了一份罪己诏 又过了两天 隔壁老王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 皇帝又说我的我的 这回就不用写罪己诏了 这回该挨揍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很多的罪己诏 并不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我要负担责任 很多都是 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不过我承认了 就说明我高峰两劫 说明我爱民如子 这不过就是一种姿态 当然了 有那些落到实处的罪己诏 比如说汉武帝的轮台诏 确实是检讨了 自己以前穷兵独武 到现在呢 想真心民力 重新开始 表明了这种态度 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改进 但顺治皇帝的这份罪己诏 与他们都不一样 他一点也不虚 所列的罪状 渐渐都是自己真的做过的 但他又不会像轮台诏那样有什么实际效果 因为这是罪己诏 同时也是遗诏 也就是说他没有机会再改正了 不管这件事对也好错也好 他都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要死了 而且啊罪己诏中还提到了董乐飞的葬礼所废俱大 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是想顺治对董乐飞的感情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引以为救呢 所以啊 综上所述 顺治皇帝写的这份罪己诏 确实是不合情也不合理 即使我们抛开情理二字 单就说这份罪己诏的可行性 也更加的令人难以相信 清朝时期有一部医书叫张氏医通 他对天花这种病发病时的症状有过如下的记载 他是这样说的 斗智出疆之时精神倦怠 神思昏沉不省人事 呼之不应 自语泥南 如邪碎状 由此可知顺治皇帝发病的时期应该是已经神智不清 他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理智的判断 也不可能如此有逻辑性的列举自己的种种罪状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顺治皇帝得天花而亡和顺治皇帝起草罪己诏这两件事情中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另外一件事情肯定是假的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顺治是真的得了天花 那么罪己诏一定是假的 那最后公之于众的罪己诏又是谁写的呢 只能是孝庄太皇太后和顺治指定的那四位顾命大臣 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孝庄太皇太后 那么问题来了 孝庄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他是有理由的 有人说顺治是孝庄的亲生儿子 自己的儿子马上就死了 作为母亲的怎么还能够这样往自己的儿子身上泼污水呢 这一点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了 不过这说的是一般的母女 孝庄与顺治之间并不是一般的母子关系 他们更是权力中的两极 而且是在很多问题上相互对立的两极 孝庄与顺治的关系绝不会像某些影视剧中宣扬的那样母慈子孝 实际上他们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 这一点呢一会儿我再具体的说 这是于情方面 虽然孝庄是顺治的亲生母亲 但他也有可能这样做 再有就是于理方面 孝庄之所以要以罪己诏的方式彻底否定他的儿子的以前的所作所为 这一切呢都是为了给他的孙子以后的康熙皇帝铺平政治上的道路 古代的皇帝非常重视先帝曾经做过什么 先帝已经制定的政策是不可以轻易的改变的 否则就是不孝会在朝堂之上受到非议 而孝庄知道顺治的政策是一定要改变的 那么不如让顺治自己说出自己做错的那些事情 这样康熙上台以后就不必背着以前的负担 可以放心大胆的实行新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都是他的父亲顺治在罪己诏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这等于是让顺治用罪己诏的方式把自己打错的方向重新打回来 而康熙继位以后就简单了 完全可以沿着已经纠正过的方向顺利的向前发展 这正是孝庄所希望的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王熙在他的年谱当中提到曾经三次面臣皇上修改罪己诏这件事呢 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因为在同一本书中 王熙也提到了他与顺治皇帝的交谈内容拒不敢载 顺治皇帝认的十四条罪己诏一条一条他都没有落下 那他还有什么不敢载的事呢 而且他还告知后人永远不要提及此事 想必其中自有隐情 那么孝庄和四位辅证大臣有没有可能修改顺治的遗诏变成罪己诏呢 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时间上完全允许 顺治皇帝是在初六的子夜去世的 而罪己诏是在初八才发布的 孝庄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商量拟定 所以说顺治帝确实是死于天花 而罪己诏则是孝庄及四位辅证大臣伪造的 这一点从逻辑上来说是成立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罪己诏是真的 而顺治皇帝并没有死于天花 或者说他并没有死 那么顺治能去哪呢 如愿以偿出家了 这种说法呢 大家可以见注意很多的小说和影视作品 可能大家觉得这种说法不值一遍 很多的史学界人士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至少在逻辑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少这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康熙登基以后 曾经不止一次的与孝庄一起登上五台山的清凉寺 去那里举行法事 京城附近有不少的明煞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远去山西去做法事 还有最近几年报道的在河南的民权白云寺 发现了大量康熙亲笔书写的诗碑 河南民权县的白云寺并不是什么明煞 为何会引起康熙如此的关注呢 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寺内有一位叫醒池的大师 有人从他的画像中发现 他做的竟然是一把龙头椅 而且穿的是一双巢穴 而且他的法号醒池 库斯顺志为自己起的法号行池 醒池法师是在他73岁的时候去世的 这时候正好是康熙49年 而顺志皇帝按照清史记载 他去世的时候是24岁 同年康熙皇帝登基 24加康熙49年的49 正好也是73岁 当然了五台山清凉寺也好 还是民权县的白云寺也好 这些证据呢都不可以作为顺志皇帝出家的直接证据 毕竟这些证据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而且还不排除造假的可能 但即使没有这些所谓的证据 顺志皇帝最终出家在逻辑上这个可能性也是成立的 毕竟顺志皇帝确实是笃信佛教 他确实很早就有出家的愿望 好好的皇帝不当 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 难道就是因为一个董厄妃吗 作为一个皇帝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不是都有吗 何必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一个女人身上 这听起来确实是不可思议 但如果我们了解到了顺志的这一生 了解到了董厄妃对他是何等的重要 实际上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颗救命稻草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顺志为什么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顺志的这一生 顺志只活了24岁 如果让他自己为他自己的这一生作为人的一生 而不是作为帝王的一生打分的话 可能他也只能打24分 顺志六岁登基 他的这个皇位不过是多尔滚与豪格两派相争妥协的产物 也是他的母亲孝庄大力斡旋之下促成的 人们一定会说 小福林应该感谢他的母亲孝庄 是他的努力将他捧上了皇位 但可能顺志自己并不这样想 因为这个皇位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虽然是皇帝 但朝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多尔滚来做主 朝堂议事的时候他根本就听不懂朝臣们在谈论什么 是因为朝臣们说的是汉语他不懂汉语吗 并不是 在清朝的前期朝堂之上议事大部分用的还是蛮语 即使是那些汉臣通常也都是通满语的 顺志当然听得懂满语 但他即便是听懂了 也不明白他们讨论的内容 因为顺志在他14岁以前 他是一个文盲 他是一个身陷在皇宫内院之中的诗学儿童 是一个连希望功成都照顾不到的地方 多尔滚不想让他学文化 即使是满文蒙古文也不想让他学 而当时的孝庄太后也不敢委逆多尔滚的意思 所以就没有给顺志请老师 顺志独立执政以后就曾经抱怨说他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 并没有让他学文化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14岁以前的顺志坐在轮椅上的感觉 那真是如坐针毡 别人说的什么他听不懂 听懂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摄政王多尔滚大权独揽 而且还经常在朝堂上咆哮 而他所依赖的母亲又处处站在他的叔叔多尔滚的这一边 这样的童年即使是作为皇帝 也不是谁想要的 况且宫里宫外还流传着他母亲 与他的叔叔多尔滚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 虽然说太后是否真的下架多尔滚尚无定论 但两人的关系不正常 却是真的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母亲 为他的儿子的皇位做出的牺牲 但问题是对于顺志来说 这种牺牲是他想要的吗 这也就难怪在多尔滚死了以后 顺志会将多尔滚的尸体从坟墓中刨出来 然后当众编尸 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 哪来的这么大的利器 由此可以想象顺志的这些年过的是如何的压抑 他终于可以好好的出一口气了 这个鞭子打在了多尔滚的尸体上 而宫内的孝庄太后的心里估计也很不识滋味 一直到顺志14岁的时候才有一位汉族的大臣 带进来几本汉文的书给顺志 顺志是如获至宝 他如饥四可不分昼夜的读这几本书 史书记载甚至读到了欧雪的程度 这几本书也开启了顺志皇帝对汉文化的强烈的兴趣 而这种兴趣也最终引导顺志的执政方针 他的汉文政策更加倾向于汉人的这一方 顺志热爱汉文化也重用汉臣 对那些满清的王公贵族们 特别是那些上八旗的人士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他并不喜欢用他们 多尔滚奢政的这几年 他已经看清了这些上八旗的王公们的嘴脸 他希望走的是一条满汉相荣并济的发展道路 而这与孝庄太后的执政思路是完全相反的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有些影视剧说的 说什么孝庄太后希望满猛汉成为一家和平平等的相处 这完全不是孝庄的意思 孝庄真实的思想是就如他自己所说的 汉俗胜胡运衰 他自己很少接见汉族的大臣 而且他也不会说汉话 他自己不学汉语 也不让他的子孙们学汉语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那康熙皇帝呢 他不是汉语不错吗 孝庄儿子只有一个 但孙子却有八个 他也不可能都照顾得过来 况且每个孙子还有自己的母亲来抚养 负责他们幼时的教育 康熙也是在他八岁的时候生母去世以后 孝庄才接手了康熙的教育 而此时八岁的康熙应该已经学习了汉语以及蛮语 况且康熙又是一个极有语言天赋的人 这时候孝庄即使想拦也拦不住了 除了在执政理念上 顺治与孝庄有很大的差异以外 在私生活方面顺治皇帝对他的这个母亲也是非常的不满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婚姻上 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多尔滚和孝庄为他选的 大家知道孝庄太后是蒙古人 出自于蒙古的贵族博尔吉吉特氏 所以她为顺治选的这个皇后也是出自于博尔吉吉特氏 而且还就是孝庄的亲侄女 这个婚姻自然得到了多尔滚的支持 而多尔滚支持的顺治一定是要反对的 所以顺治非常不满这桩婚姻 后来在多尔滚去世以后 顺治就废了他的第一位皇后 但废了也没关系 孝庄又给他安了第二位皇后 同样也是出自于蒙古草原的博尔吉吉特氏 这次不是他的侄女了 是他的侄孙女 对于这桩婚姻 顺治依然是非常的不满意 他甚至都没有与他的第二位皇后同过房 自然他们也不会有子嗣 顺治的这位第二任皇后 就是在剧中我们看到的那个有点疯疯癫癫的 康熙称她为额娘的女人 因为她是顺治的皇后 所以她就是康熙的嫡母 并不是亲生母亲 历史上这位皇后 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顺治的宠爱 但在顺治去世以后 她却得到了康熙最大的尊敬和爱戴 历史上并没有她曾经疯癫的记载 她活了七十多岁 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太后 一直到遇到了董厄氏 顺治皇帝才发现了她生命中的那片久违的亮色 董厄氏并不是传说中的董小婉 董小婉历史上确有其人 但她比顺治大了十几岁 其实大十几岁倒也无妨 也许顺治皇帝就喜欢比自己大胆 但这也不行 因为顺治八年的时候 董小婉就已经去世了 董厄妃无疑是顺治皇帝生命中 最亮的那道光 不过这道光飘然而至 也树然而逝 顺治十四年 顺治皇帝与董厄妃生有一子 但仅仅过了三个月 这个小孩就去世了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董厄妃 经不起这样的打击 两年以后她也去世了 只剩下了顺治皇帝 如果董厄妃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或许顺治皇帝还能够无喜无悲的做她的皇帝 毕竟她已经习惯了冰冷的后宫 冰冷的母亲冰冷的朝堂 但现在她体验到了董厄妃带给她的人间的温情 骤然的失去更使她悲痛的难以自拔 董厄妃是在顺治十七年去世的 然后就是顺治十八年 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时刻 此时的顺治地 她生命中所有的与希望有关的东西 都已经被抽干了 所以她是真的想出家 既然生活已经变得如此的无喜无悲 那么为什么不躲一个清清静静呢 现在让我们重新看那份罪己照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似乎并不是罪己照 更像是一份退位照书 就好像是你并不想做什么事情 但别人非要你做 所以你就摆出种种的理由 说自己种种的不对 说自己能力不行 性格不好 社会关系欠缺等等等等 把有的没的都说成自己的过错 目的就是要推了这份你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顺治皇帝才会列出自己这么多条的罪状 这些罪状对也好错也好已经都不重要了 只要让我能够离开皇位 所以那份罪己照有可能是真的 而顺治皇帝得天花则是假的 至于刚才提到的 京城的百姓得到宫中传来的上誉 禁止他们炒豆倒垃圾等等这样的行为 似乎是想说宫中有人得了天花 但第一这件事情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第二收到上誉的时间是在正月初七 而据青世祖十路记载 顺治皇帝是在初六的子业去世的 发布上誉是在顺治去世之后 这点也不合逻辑 所以不能排除所谓的顺治得天花而死 是顺治皇帝与孝庄太皇太后共同制造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让了顺治皇帝能够悄然的退位 而孝庄太后也能够摆脱他的这个执拗的儿子 对他的不断的违逆 顺治执政的时候竟然将太庙中牌匾中的猛文生生的给抠掉了 这个行为是对出身于蒙古草原博尔吉吉特市的孝庄 一个极大的挑战 所以很可能此时的孝庄也已经累了 顺治也累了 所以他们就商定了一个体面的隐秘的方式 结束这场烦恼 于是就有了这一出戏 这或许也能解释了 为什么在顺治去世以后 孝庄太皇太后几十年都没有去青孝陵 去调研他唯一的儿子 这一方面或许可以说明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确实已经冰到了极点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孝庄知道他的儿子并没有埋在那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